你是谁 我回家 晚秋 晚秋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我没事 那这孩子是 他是我二哥的后代 敏家四 那你二哥呢 我二哥 说呀 我 他为了救我们 被关闭 晚秋 你宫爹的心愿终于被你完成了 晚秋 晚秋 谢谢 老兄弟 公爹 你就安心吧 这是公爹 林去世的时候交给我的 公爹说 这是敏珠两位前辈 经营了几十年的蚕丝和茶叶的积蓄 谁也不想单独使用它 要等到两家遇到困难的时候 才可以用它 真是你公爹交给你的 公爹不让我告诉任何人 只是要等到最紧要的关头 才可以打开它 我早应该料到 两家的父辈肯定会留下什么重要的东西 可我却没有想到兽难会瞒得这么紧 而且没有交给花唐 反而交给了你 你认为现在到了重要关头了吗 是 我想用它收回马店 剩余的 供您继续承接下端铁路的土坊工程 没锁 只有一个长方孔 这儿有个凹槽 难道 这儿有个凹槽 难道 打工程师 我还是看一眼据 我以为要是 你继续承接下端铁路的 我以为你继续承接下端铁路的 你继续承接下端铁路的 我以为你继续承接下端铁路的 我以为你继续承接下端铁路的 想的是什么 老一辈的遗愿我们没有完成 好在还有后来人 这个给你 要我做什么 你想想看 能不能打开这个箱子 我试试看 这儿能不能打开这个箱子 你不能打开这个箱子 我试试看 你不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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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呀 这是茶 这是百年以上的普尔 别的茶 当年贵如宝 隔年不如草 可唯独云南的普尔茶 就像陈年的老九 仿得越久远越值钱 这一箱子百年普尔真是 价值连城啊 可这一箱子茶叶的真正价值 并不在此 它也不仅仅是一箱子财富 它代表的是我们两家的上辈人 希望我们和睦相处 共同繁荣 如果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才是这箱子东西 和天和玉的 真正仪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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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话我都讲了 各种的厉害关系我也指明了 如果大掌柜肯割爱 你不但可以建议做更好的妈蝶 还能异解 还能异解 猪牢中板 面临破产的问题 我想 这两千七枚的事情 你会答应的 是吧 明掌柜 从一开始就是我讲 你总该有个答复吧 来 来 来 拜见巡抚大人 拜见巡抚大人 二位免礼 谈了这么久了 有结果了吗 我看 你们还是把马店让出来吧 大人 此举小人数难从命 为什么 讲 大人 天和马店乃昆明老店 老店遗风乃百姓心愿 小人绝不随便舍弃先辈心血 更不能不念主顾之恩典 让异国的杨神仙 压在老店的上面 况且 马店已经被我典当给了别人 故此 无法再转手给这位神府大人 大人 拆马店建教堂为虚 毁掉风水宝地 动摇百姓信奉 以杨教卓取民心乃为实 此臣 请大人拨云见日 予以攻断 大胆放肆 莫非本官 连个小小的马店都动不得吗 大人 您非要动小人的马店 那也不难 讲 那就连同我敏家戍口 和几十名伙计的性命一起拿走 小人纵然是家破人亡 也绝不让出马店 神府先生 请问你的主诺在查 他该如何处置呢 神府 本寻府 为臣一朝便要中军一事 为官一任就要安民一方 此等民事之争 也只好请你们自行商量了 告辞 宋大人 宋大人 免 谢大人 你 咱们